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现在有消息说 在明天的北京 2022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开幕仪式中 会有少部分运动员 杯葛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会在奥运会开幕式上 捣乱 调皮 捣蛋 所以我在想这些运动员 非常的令人觉得恶心 如果是的话 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的话 我会觉得非常令人作呕 这群人他就是白眼狼 大家要知道 中国开一个北京奥运会 很不容易 尤其是在这个大疫情 美国德宝套餐的大背景之下 我们能开启这个奥运盛会 能让这些在他们自己国家 被强迫打疫苗 被这种限制 那种限制 能让他们玩得开心一点的 这种机会 在这种机会下 盛情的招待他们的状态之下 还要做这种 没有伦伦的这种事情 那么 他们一定会 下地狱 一定会到撒旦那边去报道 我甚至说他们就是恶魔的本身 那么这期节目就跟大家来说这个事 第二个 再说一下 现在国外 一些他的所谓的汉学家 中国问题专家 西方对中国的国潮 爱国乐 文化自信 进行了一种批判 说酸话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 北京冬奥 传部分运动员将杯葛 开幕礼 美国专栏作家罗金 2月3日 在美媒发表文章 他引述人权运动人士称 有部分运动员准备杯葛 中国北京冬季运动会的开幕礼 以向被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 受害人表达支持 北京奥运开幕礼将于2月4日举行 罗金2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 发表文章 他称美国运人权运动人士 在过去数个月来 已与来自数个西方国家运动员会面 呼吁他们发声 抗议中国政治大规模残暴行为 以及对维吾尔族人 藏族人 香港人 及中国境内其他群体的严厉镇压 人权运动人士告诉运动员 若他们觉得为这议题发声 会令他们感到不安全 他们可以选择不出席开幕礼和闭幕礼 这样做至少可否定 中国政府利用开幕礼和闭幕礼 来合理化 侵犯人权的行为 以及洗白其罪行的能力 罗金表示 人权运动人士告诉他 已有最少两个西方国家运动员确认 他们不会出席开幕礼 这是他们的个人抗议方式 罗金城 他不知道实际上打算 杯葛开幕礼的运动员人数有多少 人权运动人士说 数名运动员曾表示 他们害怕自己参加抗议后 会被中国政府拘捕 或会被他们国家的奥运组织惩罚 一些运动员说 他们只会在冬奥完节后 才解释为何自己不出席开幕礼 他们胜出中国时会保持沉默 以免受到惩罚 这完完全全又是对中国的一种抹黑 大家想想看 北京中共为了办奥运会 大家要知道奥运村由中旅集团 由中旅集团打造五星级标准服务 也就是说 这次你看在奥运村服务的 很多都是旅游专业的毕业生 或者在校生 在那边服务 从2021年的1月16日起 我就有粉丝在这里面服务 1700多间卫生间 几千间房间 全部里面都是空的 把床搬进去 整理 铺好 餐厅全部都搞好 卫生间 各种娱乐设施 康乐设施 器材 全部搬进去 这是花不少钱的 而且给这些运动员住的都是五星级酒店 五星级酒店里面还分为五星级的普通党 中党跟古兴级的高党 那里面是按照五星级的高端酒店 比如说像 JW万豪 或者说像这个 洲际酒店 什么 艾利逊酒店 这种标准 在里面服务 打造 所以说 所以说你能看到西方 特别是美国一些运动员 来了以后 经常发视频 两个眼睛瞪大了 哎呀 这个中国的 搞得真不错 这个床很舒服 这个餐厅的食物非常好吃 防疫做的也非常好 那他们也害怕被改来 做得非常好 非常高兴 而且这个餐厅里面 全都是人工智能AI的 比如说直升飞机 小心直升飞机送餐 机器人送餐 机器人服务 他们都 都是用这样的表情 当然 有这人说 是不是找他们这些运动员 去拍啊 摆拍啊 老兵说 这你就错了 美国为什么要 抵制北京动物会啊 但同时他又当婊子 他要派40多名官员 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都是安全人员 跟谍报人员 他就包括所谓的这些 不三不四的人 他们就是来监视 中国有没有和这些运动员 接触啊 尤其是和美国的 有没有给他们洗脑啊 或者给他们钱 你给我拍点视频 传到西方去啊 这样的话 怎么怎么样 把我们说好话 就是来监视的 你没有机会和他们去接触 或者说C钱给他们去拍这种视频 都是发死内心的 今天这些西方发达国家 我说过 中国的智能家居业 中国的这种啊 五星级酒店 或者这种酒店的标准 我觉得是全球最好的 为什么 我在西方也住过酒店 那房间小了跟那个 嗯 那房间太小了 服务也不到位 啊 干啥都得给小费 啊 不给 人家就给你摔脸子 就给你颜色看 啊 说你这人没礼貌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啊 这各种食物也不是很好吃 啊 所以这些运动员来了以后 很舒服 很酷 啊 科技 很酷炫 对吧 机器人送个餐 现在这个东西不是说就服务这些啊 养鬼的 不是 我们在中国平时一些餐厅里面都是这样的 今天你在中国大陆唱卡拉OK 你点个什么东西 都是智能化 你可以点 点完以后 啪 机器人 给你送过来 咔嚓 给你送过来 菜 吃火锅 机器人 啪 给你送过来 住酒店有机器人 对吧 啪 给你送上来 你点到外卖 机器人给你咕噔噔噔 电话给你打进来 你的餐一到 啪 机器人一拿 盖子一盖 走了 啊 很智能化 今天在中国 中国非常智能化 然后昨天北大的 说中国人工智能 没办法发展 美国 发展得很好 美国没损失 中国都是损失 中国得完蛋 啊 美国没有一点任何的问题 他们可以自力更生 可以怎么样 中国不行 中国顾不自封 中国闭关锁国了 啊 这不行 那不行 那你说 在这么样的招待条件之下 你这个美国还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 还要在这个上面导弹 搞事情 啊 对吧 那么 这个思想就非常的肮脏了 这就是白眼狼 啊 给他用好的 吃好的 喝好的 回头再他妈批评你 说你对人权怎么样 那你看到了吧 你真他妈要抵制 你就别来北京冬奥会 你就别来 你又要来享受中国好的服务 又要来享受中国优秀的 这种体育设施 赛道 又想出名 广告费 回过头来还说 中国人对侵犯人权 这他妈都是虚伪 非常卑鄙 这种行为非常卑鄙 那你就今天 你要是这牛逼 你就让国际奥委会 把北京冬奥会给取消掉 不允许办 不断你的举办权 不断你的举办权 对吧 你们运动员就别来 自觉抵制 为啥还要来 你美国不是说抵制吗 还派官员过来 搞的一些小弟国家 很不好意思 对不对 很多国家来跟中国都 西方内部 他就不团结 他那个奥地利 对吧 就跑过来说 我们要加强中澳之间的 友谊跟生意 德国跟中国 保持着大规模生意关系 又增加了生意关系 德国总理说他不来了 那是迫于西方的压力 那是政治正确 美国说德国政治上不可靠 他说而是不来了 但是美国跟中国 做的全球最大的生意 而且这个生意的利差 不得再增大 他说他在抵制中国 叫这些运动员来 这样子 来抵制中国 虚伪不虚伪 他要说虚伪不虚伪 如果这一次有哪个运动员 他做这种行为 我们就屌死他 把他祖坟都给他挖出来 因为这样的人他很邪恶 他是魔鬼的花生 他是撒旦的门徒 十足的恶棍 他良心被狗给吃了 同样的 我还看到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我觉得我要 下次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事情 给大家通报一下 所以我说北京动画会 各位 我们能如期举办 而且你看现在近来多少阳性 他真的能如很多网友 先前预想的那样 早就已经预测到了 说他们就是带过来病毒 你看多少阳性 过来的这些白皮 因为这个东西黑人不玩的 几乎都是白皮 都是有钱国家 发达国家 高党国家 对不对 你看他带过来多少病毒 我说过 人类的这些大传染病 有几个是从中国人身上出去 你说这个梅毒双螺旋 那是当年哥伦布到美洲去 那些欧洲的那些白人的那些水兵 跟当地人弄出来 弄出来以后 本身人家这个病 对人家来讲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他这种基因跟他这种体液 一交换一结合 甩马上传到 从欧洲传向亚洲 全世界传的到处都是 这个东西 他那个身上很臭 他就搞这个东西出来 你说这个艾滋病 艾滋病从哪里出来的 第一例艾滋病在美国 对不对 这种脏病 有哪个是中国人身上传出来的 我要请问 还有现在那种大流行 大疫情 这种漫七八糟的病毒 谁是谁的 不是他们吗 我说他们很脏 你别看有些装高端 穿的那衣服啥的 为啥他香水卖得好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臭气 他知道自己身上有臭气 所以你看看他 近来他带过来那种那么多病毒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脏兮兮的 所以你有的人 还有一天那晚要跟老外去合影 一天那晚还要嫁给老外 你脑子有屎大概 那么臭那么脏 你看看 带进来多少 北京压力很大的 带进来之后 给他隔离了 干嘛了 还要说你他妈侵犯能权 说你篡改数据 又要给你传播的到处都是 我现在也很担心 别到时候搞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好吧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良 喜欢的点赞订阅计故事 谢谢